先議員林從漢問 黃縣長對於下屆縣長有何期許 但是本席想了解的是 這麼多九年來 縣長是一個會做事的縣長 那麼一定有還有你想去做 但是還沒有做完 或者是希望你的縣政有延續的 這個方面本席想聽聽看 縣長你對下一屆的縣長 有怎樣的期許 他要延續你什麼東西 向你們說明一下 讓台東往國際的方向 讓台東人從健康 從文化 從社會福利 真正是把它一步一步的提升起來 那這個這樣子的 為台東的未來 是非常非常的 我覺得是非常的 可以是說榮耀的 那也可以真正落實 我們為台東規劃 這個國際幸福城市的願景 林議員不希望國小國中使用 曲解兩性平等教育的不正當課綱 要求教育處嚴格把關 並拿出做法與手段 適時的跟校長老師說清楚 這些不正當的課綱結構 經營角度及訴求的對象不同 結果就不同 林議員表示區域經營不善 不表示台東的觀光不好 寒暑假的時候 台東的街上 擠滿了我們的觀光熱場 我們的鄉親 不管回來的 回台北的 都訂不到車票 甚至訂不到機票 我們的兩個離島的觀光 一樣發展得很快 很迅速很好 但是某些人就是認為 我們的台東的觀光體制 就是完全要按照 依照這個陸客 但是因為這個飯店的 經營的角度不一樣 我們都知道 資本的溫泉 現在資本這邊的飯店 全部都 有幾間有歇業了 可是當時 他們的經營的 這個目標 不是以國旅客為主 都以陸客為主 當然陸客沒有來 首先被衝擊的 就是這些飯店的營業 當然我們不否認 大環境影響 比如說砍沙 軍公教的薪水 軍公教可能沒有消費的意願 但是事實上 我們台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你要不要在這邊澄清一下 我們台東真的是 因為陸客沒有來 資本就變成這樣了嗎 是這樣嗎 當然那個 資本溫泉區 在2015年之前 的確因為陸客蠻繁盛 所以很多的飯店業者 都轉以陸客為主 那這幾年的大環境不好 的確這些專做陸客 生意的飯店的影響 是蠻大的 因為整個下滑了 陸客下滑了 將近50%到60%左右 那所以說 這幾年我們推展觀光 其他就是這些 專做陸客的飯店業者 其實要思考就是你的客源 你要怎麼去爭取更多國家的客源 而不是一直中心放在陸客身上 舉我們台東市區的飯店業者來講 就是轉型的非常的好 很多其實都去爭取其他的地方 或是做自由行的客人 而不會只專做在做團客上面 那這些專做陸客的資本的飯店業者 我想我們會持續在跟他們一起討論 怎麼去讓他們能夠拓展其他的國外的視察 這也是大家應該要一起努力的啦 因為一直在說希望縣政府來幫忙 可是如果飯店業者自己也不思考說 你自己怎麼去改變你的經營的方向 我覺得公部門能夠為他們做的真的非常的有限 林議員與農業處及縣長探討台東農產品的銷售情形 獵場或傳統領域劃定有嚴重重疊的傾向 並且有可能埋下日後原汉衝突的種子 林議員希望原民處長到中央開會時能夠向上反映 年底選舉有686位參選人 警方設立676個巡邏箱重點巡邏 雖然台東浮原管闊 警力有限 林議員也認為不能忽視原警投票的神聖權益 問警察局長如何安排原警投票 及當天的工作秩序維護 以上是台東縣議會第18屆第8次定期會 縣政總質詢議程 縣議員林從漢問政內容的災要報導 由劉任文整理